OK好,謝謝主持人 本來今天是有人建議我說可以去 例如說找一個software的package 然後我去研究怎麼使用這個package 然後來這邊做分享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比較想要講一些就是我自己 例如說我做一些在公司裡面做prolug的一些經驗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會演講會在外面會比較少 有這樣的一些sharing 那我先講解一下 要來簡介一下我自己 然後我是中漢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data science team的manager 我以前是讀物理的 不過我後來轉行做data science 然後我在資料的處理跟分析上面 我有7年的經驗 那我先定義一下我這邊要講的data science product 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internal data science product 是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internal的data 你想像它是一個internal software application 但它跟一般IT的application不一樣的是 這個application用了一些data technology 結果data science的matology來達成一些任務 這些任務可以改善公司的business flow 或者是幫助公司更容易的達成它的目標 那這樣的一個 我把這樣的一個東西稱作比較science的product 那為什麼一間公司會需要這樣的product呢 因為通常 通常 早期的 例如說工廠 可能就是自動化 自動化導入之後 會有一些 就很多software software可能會照著既定的 信號的拉絕跟流程 來 做事情 但是 有一些 有一些decision making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insight 我們必須從data裡面找 就是傳統的 那種software做不到的 那我們就會在 企業裡面現在就開始導入這些 其實已經導入好幾個 這些data science的一些 方法 然後我們把它build成software application 來幫助公司 通常它會在幾個方面幫助公司 例如說它會 幫公司做 cost reduction 然後會最大花大的產能 然後改善它的品質 然後更重要的是 通常會有 這樣的東西 通常在大公司裡面會需要說 我的decision需要有 我會決定需要有data backup 就是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 然後 你幫助 就算只是單純的 幫公司抓資料 顯示出來 這也可以intense 他們的 就讓他們生產力更好 他們節省掉這個時間 然後你這些產品裡面 可以放一些 自家的演算法 所以就會相較其他公司 你就會有一些 competitive advantage 然後最後一塊事我比較沒有接觸到 就是有些 比如說marketing部門 要做一些marketing的分析 然後 在一間公司裡面你 做這樣的data science product 通常會遇到 一些問題 其實應該都蠻常見的 主要就是 第一個就是 因為data science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要做這個資料分析 其實 如果做data science有經驗的人 就知道你需要有domain哪裡 所以 你通常做data science team的人 developed team 或data science team的人 你 沒比他的domain哪裡就是不夠的 因為 因為通常在 你原本的製造業可能就已經非常 非常多的知識 你從另外一個領域涉入進來 你 你必須重新學習這些domain 才能夠結合你原本的知識 來做 來做操作 然後另外如果是在工廠裡面 原本就有的專家 那些專家其實沒有辦法 了解你這邊能夠provide給他們 你這邊有什麼能力可以provide給他們 什麼樣的 怎麼樣可以幫助他們達成什麼樣的事情 這雙方其實是有一點接不起來的 所以因為你接不起來 所以你會 就沒有 就雙方都沒辦法 從一個全景的角度 來看這個 來看你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 通常你因為這樣子你就會 做很多solution 因為這些solution是很片面的 那這些很片面的solution就是 就是我可能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他只可以幫到公司一個小部分 然後其他當然就會有些technical challenge 像是creda quality assistance stability等等的這些東西 但是剛剛有提到這些問題 但是你在公司裡面你在 例如說我開一個 project的時候你就會有project 會有一些比如或者是project manager 然後我 這個人他就會是帶這整個project的角色 然後 我這邊因為剛剛提出來那些問題 所以我這邊講一下 這個人可能需要具備一些特質 就是 以我的經驗這個人就是要 非常有好奇心 因為 剛講的兩邊通常接不太起來 但是如果你永遠都接不起來 那你永遠就沒有辦法 產生一個有用的product 這很重要是還是要有那個接起來的人 對 那個人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 通常你帶這個project的人 就是要有辦法 要很有好奇心 兩邊都要了解 然後再來是 他要能夠有business perspective 因為 你是在一間要賺錢的工 你不能夠只是 覺得說我很有興趣想要做個研究 只要知道 我要怎麼去 用什麼樣的方法 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設定什麼樣的criteria 他可以 辦公室達成到例如說 減少多少的人力 或者是 增加多少的業 也是像這樣子的 會增加多少的兩率這樣子的一個 你要有這個概念在心裡面 所以 你如果兩邊都懂 你就有辦法 從一個 比較全景的角 不能說都懂 但是你如果兩邊都了解的話 你才有辦法從一個比較全景的角度來看 這整個問題 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解決方法 但這個比較完整的解決方法 其實你也不會一口氣做到 然後沒有講你會 分 例如說分幾個被子 慢慢達到你要的這個目標 然後 基本上就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你要能夠 通常你 這個例 所以你不會是去 你不會就是你一個人寫出我的口 所以 你一定要去 他要有領導能力 就是他能夠帶 cross-functional的 就是你要 知道 怎麼樣去立一個專案 怎麼樣去 在每個face 把你的 把你的專案切成milestone 然後在不同的部門之間協調 不同的部門之間協調 讓他最後達成 在on-time delivery 然後而且重點是你的team的人不一定會跟你一樣有好奇性 所以這個人的溝通能力也很重要 因為 你要能夠解釋到 不同function人知道他要做什麼事 然後 再來就是這個人 因為他這邊是講開發team Post-function鏡這邊是指開發鏡 但是事實上你還有 Customer 就是使用你這個產品的人 就是剛講的subject matter expert 就是 那個專家 工產業專家 或者是key stakeholder 就是主要會使用你這個產品的人 那你要經常跟他們去engagement 你才會知道 是不是還有什麼東西是 你自己沒有 注意到 然後可能需要對方給你deback 或者是你的產品其實 他有缺陷 他常常擋掉會幹嘛 然後 最後啊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要drive adoption 就是 你要 有一些 你的系統裡面要買一些東西 然後你要看得到有多少人在使用 使用的頻率 這些東西很重要 然後因為 你不會想要做一個東西 沒有人來用你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 所以你要metrics 就是你要買一些東西去看到 自己產生一些報料來看 Monica使用的狀況 還有就是 你要能夠把 最好是能夠把adopt到 到公司的workflow裡面去 所以 這個人做某件事 就會用到你的狀況 然後剛剛是講說 比如說帶這個project 可能要有 這個人可能要去特質 然後 可以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做事情 然後 我這邊先查一張圖 就是 你在公司裡面你的一個 theascience product 通常有這四類 然後第一個就是 最左下角就是最簡單 最右上角就是 就是比較困難 然後不要留一個比較高的 最左下角就是可能 例如說你就是 descriptive 就是例如說那個dashboard 把這要抓下來 那算一些統計量 把一個dashboard修出來 這樣子是最基本的 然後可能往上會做一些 自動的診斷 然後預測 然後最後甚至給你一些建議 這樣會有分 四個不同的階段 一直往右上角走 然後越往右上角走 就會越困難 然後上次放這張圖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 替公司 比方說想 你做一個 你做一個 你做一個東西 但你不會 你不會說我只做一個 Go and go 就結束了 你會希望會一直做下去 就是 這個東西是可以持續改善 所以 你可以 用這張圖的 Dashboard修的這些 擴大的這四個 這是四個 這四個 這四類型的產品 然後你可以一直往右上角走 從最簡單的 例如說你可能只是把資料抓下來 一直到最右上角 你可以 從最 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你來提供自動分析的功能 預測到最後甚至你可以 直接 譬如說介入公司的 生產系統 然後他就可以直接提供最佳的 手術選 就可以譬如這樣走上去的 那為什麼會提供那個東西 就是 因為 你 好 首先你在 跟 跟User溝通來 交換意見的時候 你在蒐集requirements的時候 你 我覺得這個人需要的 你在帶一個DataSense product的時候 你不能只想著說 我User 我Customer只想要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做這樣子 我剛有提到Domain Knowledge 了解Business 是很重要的 因為 你會希望 做的比Customer 跟你要求的更多 這是 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 大家跟你溝通的時候 你要了解 公司裡面的那些Domain Knowledge Workflow 所以你會 你會有一個Future Role Map 可能會 甚至可以直接跟現在的Customer 就是你會有一個很長遠的計劃 你可以 一直走下去 那為什麼一直走下去 因為公司裡面只會有越來越多的project 如果你這個project沒有 get enough attention的話 他可能後面就會越來越沒有辦法被維護 因為你的resource會被移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 對所以你 你可以有一個 你會替你的Future想出一個 一個很好的冰險 然後你會才可以慢慢做 到 就是像剛剛那樣四個部分 比如說我有一個 我想要幫公司的某個東西改善 所以我可以分成那四個部分 慢慢的把它做到 然後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每一段 然後你因為你發覺力同時也是 最了解Technology跟Domain Knowledge的人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prioritize 他什麼過來的requirement 因為你要on-time delivery 然後你還要 希望你這個product可以involve 然後還要滿足他的需求 這些都是 在這個project 或者你做一個 這樣的product需要想的事情 所以 你會 你就會把你的requirement開始拆下來 你就會跟你的customer商量說 我這一階段先做到這樣 再一個階段再做到這樣 這四個必須再從第三個階段上進來 類似像這樣子 讓他失望失望失望 這樣一直走下去 然後 然後還有很多就是像一些技術細節 比方說我可能 我可能user這樣子提出來 customer這樣提出來 可是他可能其實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你可以 根據你對於 customer的理解 你可以提出alternative solution 所以 你這介面這樣操作 可能我data不好 然後或者是 我這樣子 不好 程式不好寫 但是你可以 主動提出一些方法 然後讓他可以在 客戶也可以接受 你可以在acceptable 貪婪之內把它做出來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有講到adoption 就是你要always tracking 你的business value 因為 你要知道 你要always check到你這個 發展 這公司有多少的貢獻 因為不然的話 你就會沒辦法 再讓他繼續go 你也不會希望你的 產品做出來 是 沒有一個用的 然後 然後 我這邊特別想提到一點是 這個可能在業界會知道 但是在外面學生可能 可能就會比較不清楚 就是 就是比方說 外行人 不是外行人 學生在看的時候 可能就覺得 好像很多 Deep learning的 method 或者是一些 Touch 很有趣 很先進的方法很有趣 但是實際上 你在公司裡面 實際上運用的時候 你不會用那些 不一定會用那些方法來做 每一個 方法會有他 適合的地方 我舉這個例子 但這個圖不是實際上是 我只是舉個示例 例如說 這種就是 工廠裡面會有的 那個 統計品質管制 SPC 我講SPC比較順 然後比方說我想知道 這SPC 比方說這麼多個點 裡面其實是ABCDEF 例如說6個機台 會去生產 這道製程 然後還有 然後點都抽到這張Touch上面 但是我想知道 有某個 我某個機台 或某兩個機台 他其實是 是有問題的 他生產出來的 他跑出來的產品可能是 他跑出來的製程結果可能都是偏上偏下 或者他不是戴上F9很好的在中間 你這時候偵測的時候你就不一定會去選用 你可能就不會去穿一個model來做 這種東西像這種統計管制圖他都會有固定的 背後都有固定統計分布 可以解釋這樣子 所以你會直接用他的 例如說 Base Science這類的東西 直接去算 所以你可能就例如說我公司裡面有 5萬張 這隨便喊的數字 例如說5萬張 這樣子 但是你 不會用Deep Learning的方式去偵測這5萬張 這樣子就會失掉很多的資源 然後可能就是你resource又失掉很多 然後你可能沒辦法在時間內算完 但是如果你用一般的廠計方式的這個 狀況之下法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達成你的目的 其實是based on 你的 你的你的這個 這個產品的需求 你沒比這個是要daily要更新的保養 然後你就不可能用一些 很繁複的算法 所以不一定是說 越fancy的方法就越能用 很多時候 都會學到的基本 或者是一些概念其實是很好用 而且它可能比方說 你可能有一個 Defending model 可能有90幾% 解決率 那你用同傳統統計 80幾% 但80幾%其實也可能夠用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之前 這也是示意圖 但之前有看過 Intern這樣幹過 就是 就是 你 學了這些data science的方法 比如說tree method 但是 你呈現給customer看的時候 你不會用左邊那張圖 給他怎麼看 那是沒有意義的 好嗎 就是 你要跟customer去 去go home的時候 你其實要呈現一個 他們看得到 例如說右邊我就可以 例如說我用 tree方法 我可以找到說 某個機台 他可能不到process 因為某個機台可能是 假設是這樣 他有 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contribute更多的Defend 我可能用右邊的圖 還是我的customer看得懂 而不是用左邊那張圖 左邊那張圖 只是把你的tree畫出來 但你customer可能真的想看到 是 這個機台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多的Defend 而不是 而不是去看你的tree 他其實想看 就是你跟customer溝通的時候 然後 也或者你自己的產品 他在呈現 最後結果的時候 其實customer是不會在意 他就關心你怎麼呈現 然後剛講的是一些比較 溝通的層面 就是溝通或者是 就是 就是比較像是跟customer溝通 domain knowledge的層面 然後 可能有一些像是 這必須比較技術 比方說你 就是比較回答比較技術的部分 例如說 你還是要 make sure 你自己的data quality 跟systems的 要夠 因為 例如說你可能會 例如說你data pipeline 你要考慮你設計data pipeline設計說 我張table如果這些table 是有 是有 是有關聯的 那我就要確保他是一次性的寫入 然後 或者說 你就要 會想像說你data pipeline 會斷掉 斷掉的時候 我要怎麼backload data 這個都要在寫之前 我都會先想好 然後你要 monet 這些你要有一些機制去monet 你這條 灌data pipeline是不是掛掉 就是等到user來跟你說 我怎麼好像找不到資料 然後 這是屬於後面資料的部分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個product 那是application 所以你有user interface 你user interface 可能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web 他可能就會有網頁 有api 這些東西也是會是掛掉的地方 然後你一樣要去solo 然後把 這些東西 比如說 建一個 建一張 dashboard自己可以建 給developer自己看的 就是去concent review 大概什麼地方會出現 error 然後不斷去改善他 不想要把他壓在一個 不違背complain的狀態之下 最後 再回到剛那個adoption 大家都不希望說 做出來的東西是 沒有人要去使用他的 所以 當然這期就要看說到底有多少人使用 所以要track 然後再來就是 一樣是要跟 SME subject method 就是剛講的 專家 你跟那些專家或常使用你的user去溝通 然後 要constantly溝通 才會知道 他們才會vipy給你 你這是什麼地方常當掉 或者資料太慢 或者是 有些其他的問題 還有什麼地方是功能是你可以加的 所以就會 這個就可以到 讓你的project可以一直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就是 最重要就是 我覺得 在公司裡面 你 一個 dia size product 可以 被使用者 認為是useful的話 你就是要把它 弄到 他們的daily operation 裡面去 他們每天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每周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在這種狀況之下 要確保你這個產品是有人會去使用的 但是 為了走到這一步 其實你就會跟 裡面的那些customer有很多的溝通 你會 你會設定各種的款式 跟quality都要做到 為他們才能夠 每天的來使用你的 所以這是一個雙向的部分 然後 當然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如果要增加你的使用率的話 就是跟 你的customer那邊的一些主管階級 可以直接跟他們聯繫 然後 讓他們 因為 讓他們來幫你 去push 這個東西 在通常裡面使用 但這個時候通常就是已經到了 你已經 把你的產品放到他們的 每天在做事的那個workflow裡面去了 那這個時候 不然就可以直接跟manager director來溝通 然後 看 是不是可以在那裡 可以在跟 對 所以 我這邊有個take away 這邊幾個take away 第一個就是 做這種product的人 他要一直維持他好奇心 因為 你會 你要了解兩邊 同時了解兩邊的technology 他們那邊的dominology 自己的technology 而且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會變的 所以你要一直expand他 所以你要非常好奇心 你知道一 就要去問二問三 這樣一直把他去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 你 Business perspective 就是說你要知道 在公司裡面會怎麼樣的去用這個產品 他到底會帶來多少的好處 就是整個的workflow 在你的公司裡面到底在有什麼樣的地位 這個是 要去理解的 因為 你才會知道 你這個東西實際上 在哪些面向上可以幫助到公司 然後 就剛講的 就是不一定要用最好的 不一定要最 最fancy的machine learning方法 人家選用一個 在那個場景之下最適合的方法 做 然後 而且簡單的方法 其實會更scalable 例如說我剛講的 你不用advanced 就是machine的deep learning method 你用一些統計的方法來算 那你用一個pice bar 直接把它撒開 你就可以直接算 完了 這樣子是更 更好的一個做法 更容易穩固 因為你的function會很簡單 always就是 想辦法 讓你的project活著 因為 你看如果一直改善的話 他如果活著 他就會一直改善 你就會一直resource來 除了改善加信功能 然後 keep attention 然後還可以 讓你的 讓 修之前人家 必備回來的buck 所以才resource可以修 對 所以這也很重要 就是 讓你的project可以一個face 一個face 找回去 然後 constant engage 你的customers 就是 你要collive feedback 因為這些feedback 可以 比方說加到你的 之後的face 或者是 讓你的產品還有哪些缺陷 然後 你更好去 讓更多人來使用你的產品 好 謝謝 謝謝鍾翰 這次的分享 好 現場有沒有人對於這個topic 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跟鍾翰提問的呢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slide有兩個問題 對 第一個就是說 能不能請鍾翰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你是如何去評估跟取得 BIO science project 跟BIO science team BIO BI 怎麼去做 處理的 直接跟他什麼要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 直接跟他要 但是 但是因為 比方說 例如說我在 你剛才講 我在辦桌地上 那我可能就會知道 他這個部門是處理debat 然後 他跟我說 他想要做這個東西 那我一定會 就是你要domain knowledge 你才能夠跟 他什麼溝通 我要知道 他跟我提這個需求 我會說 你這個是不是只有 某幾道製程可以用 還是你全部的製程都可以用 然後這樣的東西發生的機會有多少 這個 假設你進行這製程 要偵測某個問題 然後他可以自動采取某些難題 假設是這樣的一個 那我就會知道說 你這個需求過來 那我就會去想說 你這個是不是 只有某幾道產品可以用 或者是某幾道製程可以用 假設說 全部有一百道製程 那你跟我說三道可以用 那我就覺得 ROI怎麼會這麼低 對 類似像這樣 就是 你怎麼會知道ROI 第一個就是你要跟客戶溝通 你自己要domain knowledge 所以我剛剛講 前面那個domain knowledge 就很重要 你怎麼需要domain knowledge 你需要好情形 就算起來 對 OK 那我們想要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其實Data Science product 看起來它是有一定的機率跟風險 是可能會fail的 對 有沒有一些可能 中漢對面過往的一些 案例或use case 可以分享一下 當時的fail原因是什麼 那你過去是怎麼會做 下一部product的改善 跟優化 OK fail的原因 還蠻容易的 它基本上就跟你的 基本上就跟你的software 一樣是容易fail 對 所以 所以有些 你 我剛剛有提到說前面你的stabilis 你就要收log 回來 那為什麼要收log 你才會知道 我這個 比如說你就會把派上那個 traceback把整個記錄下 你就知道 這邊壞了 這邊壞了 所以通常是 譬如說 我使用Data base壞了 譬如說我把它放在hadoop的平台上面 所以 maybe是 集體不夠了 或者是 我其實他還要在 連到某個 零段Data base 那邊的Data base 拉資料 然後那邊連不到 你就fail的時候會有log fail的時候要有這個log下來 然後你才會知道 我是不是應該找適當的單位 來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或者是 我自己應該在裡面 改善 你有這個錯誤的訊息 之後你才會知道 我要去哪 是不是我某個call的地方 錯誤處理沒有寫好 所以會有這個狀況 我自己沒有想到 我可以說你 我可以講一個 最近 最近的case 就是 比方說我去拿 我去API拿資料 然後你API可能就會有一些 像是 帶一些 SSO的token 那你這SSO的token 其實 你 為了security 你 接收到API那段要驗證這個token 對吧 你驗證這個token就需要有public 但public 也是會過期的 然後我某個project裡面就是沒有去自動更新他 對 他就fail了 然後我就是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後之後就是把它再加回去 所以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知道他fail 你一定就是跟加software一樣 solo 然後 他問題在哪 這很重要就是 我剛剛說這個project要活的 你才會有人進來幫你改 你要做下一個feature的時候 順便把上一個face的bug修掉 類似這樣 有沒有遇過 比如說這個idea 可能一開始評估是可行的 但是實際上根本沒辦法握 有可能 所以 我剛剛在那邊講project的時候 通常已經是 我並沒有仔細講 我並沒有講清楚 但他已經是公司公司的政治的project 但是project之前會選一個prototype 就不會寫成很複雜 像是一個application Maybe他就只是 我有個python script 定期了run 產生資料 然後用那種 商用買的到報表軟體 就把資料呈現出來 這個階段 你就可以跟 user評估說 跟customer評估說 你 這樣的方法 或你設定這樣的一些 maybe是同期檢定的criteria 是不是符合他的需求 那maybe 可能真的就是做 做起來就是不能work 你就move on to下一個 但你在那個階段就會已經可以過濾掉 這是不是可以 那就是我們會在正式 要變成一個production之前會有個poc 個system 然後去跟我們user去做一個conference 對 類似這樣的概念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system 根本就是個script加上一個商用的 這樣就可以讓你評估了 OK OK 好 那我們這邊side的問題 目前 現場還有沒有問題想要針對這個中漢的topic 提問的 好 那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很感謝中漢 謝謝這次的分享 對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進入到我們的午餐時間 那午餐時間就是會用到下午1點 那就緊接著下一個 下午一個session 這樣